蔡徐坤个人工作室正式成立。 张静颖带妈妈看林俊杰演唱会。 近日,有网友在成都某小吃店门口偶遇七微李承炫夫妇,两个人点了波波机,七微捧着脸,垫着脚在一旁等得很着急。 周百豪、杨千华出席新歌《背后女人》发布会,这次周百豪趁着与杨千华合作拍摄电视剧,专程邀请他合唱这首歌,杨千华亦给了很多意见,周百豪也表示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现在正值暑假期间,杨千华对盲鱼拍剧不能陪儿子深感歉意,不过他也表示有带儿子到片场探班。 昨天,陈法荣在微博晒出与鱼波的铜框合照,并配文,铜大哥。 照片中,陈法荣穿着白色外套,鱼波则穿着西装搂着陈法荣。 天雪,铜补,水月洞天,回忆啥来了? 昨晚,月华妻子Next巡回粉丝见面会上海站拉开帷幕,朱正廷,范诚城,Justin,碧文俊,丁泽人,李全哲,黄欣纯气亮相。 见面会开场妻子就近歌热舞火力全开,线上Dream和Wait A Minute两首歌曲。 据香港媒体报道,TVB又掀起新一轮花旦小生离朝朝。 近半年已经离朝的友中加薪,岑立江、郭靖安、林夏威,昨日陈志深在宣布离朝, 当然原因离不开调养身子生娃、生二胎、北上发展等。 中国新说唱人气选手满舒克,昨晚惊艳登场,还得到制作人们的三parts,可以说今年说唱节目里的潜力鼓了。 与此同时游戏堡垒之夜,也邀请满舒克定制单曲,期待这首单曲的正式发布。 张静颖在微博晒出妈妈与林俊杰的合照,并配文称,带家里的迷妹出来追星。 照片中,林俊杰亲密地搂着张妈妈,张妈妈笑得好开心,妈妈也是迷妹啊。 与此同时,林俊杰,查看明星独家新闻,还有可能获得明星独家照片套装,快关注起来吧。 古天月参加美白护肤活动,宣布自己要美白。平平无奇白月光要回来了吗?留下感动的泪水。 21日,蔡徐坤工作室发布声明,表示为了立于蔡徐坤日后各项工作的尽心安排和妥善执行,蔡徐坤工作室正式成立,将秉承蔡徐坤。 花花世界,竟守起新的理念,专注协理艺人及其作品,竭力促进其演艺道路的正向发展,帮助提升艺人品牌价值,积极推进工艺事业。 高圆圆出帅,高圆圆出席西安某新店剪彩活动,剪了短发的圆圆温婉甜美,很有气质了。 19日,辽宁锦州南火车站,一名81岁老人突发起病倒的不齐。 听到求助广播后,正等车的锦州医科大学学生丁慧立即奔向站台,贵得为老人进行心肺复苏。 没有赶上回家火车的丁慧玩具了家属愁泻,这是学医的应该做的。 两年前,四川乐志的豪豪患上急性T淋巴母细胞性白血病,家里为此花光积蓄,一个疗程就要四五万。 去年,爷爷开始到工地搬砖,一块砖挣五分钱,最多时一天搬两千块,挣一百元左右。 我还能做点就做点吗?自己的孙儿,要救命。 在儿子的再三劝说下,他才终于答应暂时不再去搬砖。 近日,湖南省淮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吴某等四名被告人涉嫌贩卖毒品案。 休停时,被告人吴某称自己的上线黄某正在法庭旁听,干警成功对黄某实行抓捕,黄某后又指认了与他同行的欺人。 网友,就是要整整齐齐。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随手乱丢的垃圾,会对大自然的无辜生命们造成多大的伤害。 外国一位网友在湖边拍到这个心酸的一幕,一只天鹅在用嘴不断地把水里的垃圾叼上岸。 每日一猜,猜这是谁? 今日话题,你认为谁是风评差但公认有实力的明星? 橘子军独家福利! 关注橘子娱乐 微 信 公 众 号 JuTano 发送林俊杰,查看明星独家新闻,还有可能获得明星独家照片套装,快关注起来吧! igkeiten 永远 我 别说